好,趁着我们坐标还是站起来的情况之下 他现在要我把这一支轴做出来 好,你在课本上面你会看到第29页 他告诉我说用原柱体0.0.3为基准 好,为什么是0.0.3 他现在其实是抓着这个点的原心 抓着他的原心 48,这边是30加15,是不是45 48-45,这边是不是3 他剩下3嘛,对不对 所以呢,他要我从这个原心出来3mini的地方做一个圆柱体 圆柱体是0.0.3,就是Z轴的方向出来3mini 然后直径的20有没有 好,然后多长 从这边到这里是多长 你可以去算一下 他告诉我是16 好,是16 你可以看一下,我这边是总长度是不是73 你看,73减掉这边的45 减掉这边的12 好,会是等于16 好,这边呢 就给他一个-16 往这个方向去 所以你会抓到这边 有没有,好,接下来 继续 他要我再去做一个0.0.33 他要我把这一段做好 这边有个15的轴 0.0.0.33是哪里 是从这边的原心出来 是不是3加30 是不是抓到这边的原心 他要一口气直接 他想要这样子做 他这个课本上面是想要这样子做 所以我就会去输入圆柱体 然后呢 0.0.0.33 然后直径的15 总长度呢 -58 往这个地方跑过去 好,从这边一路 自己要去算一下哦 从这边一路过去到这里是58哦 好,不要照着抄 要去做一下 好,接下来呢 因为这三段是独立的 所以我们会做一个连极 把这三个 把齿轮跟这两个轴粘起来 它就变整条了 可以吗? 本来是三个独立的 做一个连极 它就整个就粘起来了 好,做到这里 好,接下来呢 它要我在这一段继续做图 那在这边做的话呢 我可以把坐标直接搬上来 我就不用说输入什么0.0.33了 我也可以直接把圆点 这边有个叫做圆点 把圆点搬到这边的圆心 然后呢,我可以直接做图 好,我转成线架构 它这边告诉我说 课本有告诉我说 它叫我做一个多边形 多边形 然后呢,四个边 给一个中心点在这边 对不对? 然后呢,它叫我输入小老鼠5 小于45 意思是说 我们原本啊 好,选择外切圆C 我们原本呢,都是打一个5的话 如果你想要做个半径5的外切圆的话 然后它还要事后再去 对它做一个旋转45度 有没有? 你要这样做也可以 那课本里面的做法是说 你可以直接做个多边形 四个边 给一个中心点之后 外切圆C 我直接就锁在45度角 画个矩形出来就好了 我不用说在水平的画 画完之后再旋转 不用 我直接斜斜的画就好了 小老鼠5 小于45度嘛 对不对? 好,除除微微 这样子就可以了 然后呢,它要我去 再对它做一个挤出 挤出的高度呢,是15 然后它要在一个同圆星的地方 再做一个圆柱体 直径12 然后呢,一样做一个15 一样大 到这里来 然后它要我针对这一段 再做个交集 只有这两个东西哦 最后会得到一个去角的效果 可以吗? 好,请你帮我再做到这里 好,之后呢 它要做一个倒角 我们通常呢 在做倒角的时候呢 为了要组装方便 所以呢,我们会在这边做一个倒角 好,你可以看一下我的这个白板上面 你的轴径是多大 倒角就是多大 好,如果你是5mm到25mm之间 倒角都是0.5 你是26mm到80mm之间 通常倒角都是1 好,你是81到110之间 通常倒角都是2mm 好,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做一下倒角 做一个倒角 好,它今天呢 要告诉我的是0.5 距离低 0.5 0.5 好,要选哪里呢? 选我们这边的边 好,点选它 这边的倒角是为了将来 要跟某些孔做组装的时候 好,它会比较方便 所以呢,通常在这些地方 我们都会去对它做一个倒角 抱歉,这边我再连击一下好不好 我们把这一块跟这一 跟这一个大块也把它粘起来 好,做一个倒角 好,这一段 注意哦 通常啊,凸的都是做倒角 像这边也是一样 凸的地方都是做倒角 好,那圆的地方呢 凹进去的地方呢 通常都是做圆角 为了要加强它的强度 好,半径是0.5 好,选它 选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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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这一块有没有 这一块没有 OK 好,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图形做完 最后呢,我们回到世界坐标系统 按一颗地球 可以回到世界坐标系统 然后它要针对这一块去更换材质 好,我们材质呢 可以从检视里面 有一个叫做彩线 里面有一个叫做材料浏览器 好,点选材料浏览器 在Kate里面呢 它有给你很多的材质让你去选 我们可以选用它的资源库里面 它这边呢,要我选的是金属 金属 在金属里面 我们可以稍微把它拉大一点 把这个画面稍微拉大一点 在金属里面呢 它要我找的是钢 然后呢,这边是有一个半抛光的材质 好,我们可以把这个名称稍微再拖长一点 好,有一个半抛光的材质,金属钢 那怎么样要套用它的材质 很简单 左键按着不要放 就直接把它丢进去 放开 这样子,我们这个材料就进去了 OK,选定你要的材料 按着不要放,丢进去 就好了 好,这样子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图形做好 做好以后,请你记得存档 OK,好,先做到这边 感谢观看 铃钢 铃钢 细钢 钢 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